這個我對iPhone14的預測是 這個傳聞我認為是最缺含額的信號 再來是14 Pro跟14 Pro為眉目 個人認為這個應該也是一千二萬元 這千二萬元是有可能 但我認為8K會有 這個傳聞是最多 覺得顏色參考就好 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傅林 那今天呢要為各位帶來的影片主題呢 可能跟以往都不太一樣 因為我以往的影片就都是故事分享嘛 要嘛就是音樂 要嘛就是出去玩的Vlog 那今天呢帶來這個主題呢 是科技跟科技有關的影片 那其實我要先跟各位說 我其實是一個科技迷 在我高中那一年呢 我是非常非常的迷科技的 一路到現在其實也還都是 對就是我會關注一些科技的新聞 甚至我也有去看一些科技的YouTuber 他們拍的影片 像台灣YouTuber是阿哲 這個我有看 然後像我還有看大陸的之前早期 高中 那時候我很常看一個YouTuber叫 Steven Yang 但他好像 呃... 但我大學那時候好像就沒更新了 然後後來我還有看中文哲 還有那個... Laser中國 就是... 反正就是我是一個非常喜歡看 科技YouTuber 他們有評測手機的 然後像國外還有很多知名的科技YouTuber 那些影片我全部都看過 對... 所以說我其實是一個非常迷科技3C產品的人 對只是說後來我只有大概是這幾年吧 可能出社會工作之後才變得比較沒那麼迷 不然我高中大學超級迷 每天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這樣 然後我記得在我高中那個時候 我呃... 那時候是三家大學稱霸的年代 就是當時的HTC 我們的國貨 再來是三星 再來就是蘋果 當時就真的是這三家稱霸的時候 然後我人生的第一支手機 也是HTC的 是一款入門階級的手機 名字有一點點忘記了 但是就是小小隻的這樣 人生的第二支手機是 三星的S3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想買三星S3 是因為看了他們的發表會 當時我最喜歡看的就是各大廠的發表會 因為當時我會覺得說 就是... 他們都可以在台上 然後很有自信的去講解 就是... 他們要端出來的菜色 然後底下就是... 全球幾億人啊 都會期待說 你今年會斷出什麼東西 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看 對 然後也很佩服他們那種自信的感覺 所以當... 所以其實我是一個非常喜歡看發表會的人 不管是HTC還是三星 真的是蘋果 就... 我都很喜歡看 到現在的未來 都是會看 這樣 除了... 除了... HTC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主要的主題是要來講iPhone 好 那我先邊說到嘛 我的人生第一台手機是HTC 第二台是三星的S3 那第三台呢 是... 又回到我們的HTC 當時我是買M8 我跟你說 當時我真的超愛M8 就它的外型超級漂亮 而且在業界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第四支就是iPhone 6S 我大概是從雷斯第四支手機才開始用iPhone 接下來就是第五支是iPhone X 第六支是12 Pro Max 到現在的第七支是13 Pro Max 到後面就都用iPhone了 就沒有再挑其他的牌子了 那今天的影片主題呢 就是要講iPhone X10 那為什麼我要說iPhone X10 其實是因為根據我多年 因為其實我真的是每年都會關注蘋果的消息 就是三星也會 然後蘋果也會 這樣 所以我自己有發現 我自己有發現我每年 就是每年不是蘋果手機要發表的前幾個月 就會那個FB啊 或者網路上一堆訊息嗎 說什麼什麼iPhone 下個iPhone有什麼功能 有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很厲害啊 這樣的 這樣 我關注了很多年 然後我看到這種新聞 我其實內心都覺得說不可能 覺得不可能 不可能這些功能 然後 有些報導說 下個iPhone可能會變怎樣 會變怎樣 然後我覺得 然後我自己看一看之後 我覺得 嗯 有些我覺得是真的 應該高機率 有些我覺得不可能 幾乎 每一年 我的猜測 幾乎都中 真的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 因為再過幾個月iPhone X就要發表了嘛 那我就來拍一個 我對iPhone XIV的預測吧 這樣感覺應該蠻有趣的 到時候iPhone XIV上市 再來 看看我猜對幾個 然後到時候你們就可以回來看看 看看我是不是真的 就像我說的 我的猜測都很準 這樣 好吧 好那 目前iPhone XIV有傳出了幾個重大消息 是 目前iPhone XIV會有四個型號 一個是 iPhone XIV 再來是 iPhone XIV Plus 原本在 12跟13系列呢 是 12 mini 然後12 然後12 Pro 跟12 Pro Max 四個機型 就是小支的跟一般中間的大小 然後跟 Pro版的 一般大小 跟Pro版的 超大支的螢幕 13也一模一樣 維持一樣這樣規格 只是現在14大家都傳說 會變成 砍掉小支的版本 變成大版本的 版本 所以大版本的iPhone XIV 這個傳聞 我認為是 正確的 因為目前 就是網路上面 已經有傳出四支 iPhone XIV的模型機 其實我對這個 模型機 我的看法也是 我覺得 應該十支八九 是 確定的 因為去年的iPhone XIII 其實也有傳出 模型機 然後跟後面出來的 也都一樣 所以我覺得 模型機的這個 這個 命中率很高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牽涉完全 所以我確定的是 下一代iPhone XIV 四個版本 是 iPhone XIV 一般的 基本型號 再來是 14 Plus 大支版本的型號 再來是 14 Pro 跟14 Pro Max 我覺得 這四個型號 應該簽證完全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 我認為 肯定會中的事情 第二個是 人家傳說 14 Pro跟14 Pro Max 會從 從瀏海屏幕變成 藥丸屏 就是 會變成我只留相機鏡頭 跟 Face ID的鏡頭 這樣 然後其他的就都做螢幕 我個人認為 這個應該也是 完全 雖然說 這個設計 看起來好像 痾 可能見人見識吧 有些人會覺得 很好看 有些人會覺得好像怪怪的 但是我覺得 以目前 業界像 三星手機早就做 這種打孔屏 做那麼多年了 所以其實這項技術 應該是蠻普及的了 對 所以 我覺得 iPhone14 Pro系列的 會做成 藥丸 他們說 傳聞說藥丸 藥丸屏嗎 我覺得 應該也是14、8、9不離世 應該一千針完絕的 這樣 所以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千針完絕 我認為一定會這種事情 再來 第三個是 現在也在傳說 14 Pro跟Pro Max 他們的 後面的相機 因為模組變大顆嘛 所以會變到四千八百萬 以及會支援8K的超高清拍攝 我個人認為 這個傳聞 可能有七成是有可能會中的 我為什麼會 沒有到那麼的肯定 一定會 就是沒有像前面的答案是那麼肯定 是因為 因為我覺得 以蘋果他們家 我這幾年的觀察下來 我覺得 因為畢竟他們一千百萬畫素 從 iPhone6開始 一路用到現在 確實是 就很久了 所以 是我認為也是該升級的 畢竟現在 業界人家三星都做到幾億像素了 然後中國也那麼多 手機大產都做幾億像素的 我認為其實 他確實是有必要升級 但是會不會 但 我認為四千八百萬是有可能的 但我認為8K 不一定會有 因為8K現在其實 還沒有到那麼的普及 就是你不管是看YouTube看電視 通常人家 能看到4K已經很了不起了 而且 你光 用手機 或像進度4K錄影 那個檔案就很大了 所以我認為 有沒有8K錄影 我個人是覺得不會有 那像素提升我認為是會有 只是 是不是真的四千八百萬 還是說 其實沒那麼多 但有提升可能變兩千多萬 或三千多萬 我覺得 都是有可能的 這樣 所以個人 個人覺得四千八百萬 跟8K 我認為8K沒有 8K 我認為8K錄影 不會 不會有 然後 四千八百萬 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少一點點 這是 這是我的認為 因為它這次傳出來的模型機 然後 後面相機的 大小又變得更大 這樣 所以 它一定是塞了 要嘛更大的感光元件 要嘛就是 更大的像素 這樣 像素相機的零組件 它才越多越大 所以相機肯定有升級 只是 不能認為8K沒有 這樣 對 第四點 外型 剛剛前面其實有提到說 第二點是提到那個 藥丸屏 那 第四個 我會再提到外型是 因為 你們看網路上傳說 那麼多模型機 其實 14系列 14跟14 Plus 它的外型幾乎跟iPhone 13 幾乎沒變 對 所以 你說這個正不正確 我認為 是有可能 外型應該也沒錯 我覺得外型會 會定案 其實是因為 呃 其實早在iPhone 6 那個時候 被 流出來 就是 流出來說 欸 iPhone 6怎麼是用 你們還記得了吧 就是後面不是有白色的天線嗎 然後一開始大家都被 嫌爆 說很醜啊 就是 那線怎麼畫成這樣 而且是外露的天線 這樣 當時 流出來的時候 超多網友說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是蘋果的作風 可是 你們想到之後 iPhone 6上市還真的是這樣 所以 其實 從 我就從iPhone 6開始 每年 流出來的 機器的外型 幾乎都中欸 好像沒有 沒有中過 就是 iPhone 6 iPhone 6s iPhone 7 iPhone 8 7跟7 Plus Plus開始雙鏡頭 當時也有 流出照片 7也有 流出照片 iPhone 8 iPhone X 都有流出照片 然後 11 12 13都有 動眾 我其實都有觀察 這些東西 流出來的外型機 跟上市機 真的 都一模一樣 沒有 就是幾乎沒有不一樣 所以 外型的部分 我認為應該 14、8、9、不離世 都是 圈遭萬確的 都沒有錯了 只是 因為現在人家網路上 不是都有傳輸什麼 顏色嗎 這次iPhone 14 會有 所謂的 紫色 就是 我看到紫色的傳聞 是最多 我個人覺得 顏色參考就好 我覺得 外型 每年流出來的 幾乎都 14、8、9、不離世都中 但是我覺得 顏色 是 最不容易中的 因為像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去年iPhone 13 還沒推出來之後 可能流傳說 iPhone 13 會有專屬的 什麼 金色 說什麼 點點橘 說什麼 太陽橘的顏色 那時候就是 我剛剛看那個傳聞 每天都在傳 說一定會 就是 新色就是這個 然後講得很肯定 就是 一副就是確定 iPhone 13的新色 就是這個新的金色 這樣 結果後來iPhone 13推出來之後 他給 蘋果給你推一個大藍色 給你推一個 大藍色 他根本就沒有推金色的金色 然後就 打 打趴一堆 預測的人 這樣 我會認為 而且我覺得 每年的顏色 化料顏色 我覺得 命中率 沒有很高 可能有五成 但是 就一半一半吧 所以我個人覺得 顏色的部分 其實顏色也不是 嗯 我個人啦 我個人是覺得 顏色不是什麼重點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 顏色這個部分 就 等他出來 就知道啦 就知道他今年 會斷出什麼顏色啦 所以 顏色的部分 我就 我就認為 就是 沒有什麼 可 就是 可命中性的 那 外型 我確定是 應該是會跟 流出來的一樣 然後 接下來是 五點 是人家說 14會用 14會用 A15處理器 就現在 iPhone 13的 14 Pro 跟 Pro Max 才會用到 A16最新的處理器 現在的傳聞都這樣講 沒錯 但是我想要來 做一個大膽的預測 我認為全部都會用 A16 我認為 會全部用A16 我不認為 我偏偏會分開給 其實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 你iPhone 14 跟14 Plus 你的外型幾乎已經跟 iPhone 13 是一樣的了 而且 他14的瀏海 應該也會縮得跟 iPhone 13 Pro 跟Pro 也是差不多小 就是一個是 14就是縮小瀏海 啊 14 Pro 就是變成 掉環屏 你外型 就已經跟 iPhone 13 Pro 系列 一樣了 你處理器還用 iPhone 13 同一個處理器 那這樣大家一定做 一定買iPhone 13啊 因為CP值高啊 因為你 同一個處理器 你就算把你同一個處理器 就是 再強化好了 說真的 你的性能也沒有提升多少 畢竟你還是那一顆A15 所以 所以你用同一個處理器 那 我就大部分人反而會去買 iPhone 13 Pro 或Pro Max 因為 13 Pro跟Pro Max 一定會降價 對不對 一定會降價 然後 你iPhone14的吸引力 會變得更少 所以我不認為蘋果 會分成兩種處理器 我認為還是用 都是用A16 只是有可能 Pro Pro系列的A16 會比 一般版本的 14 的 A16 再強一點 這有可能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不認為 iPhone 14 系列 會用A15 然後14 Pro 又用A16 這個我不認為 我認為兩個都用一樣 好不好 這是第五點 所以總共就這五點 那你們可能會問說 聽起來感覺 iPhone 14 跟13 好像 就 沒有說 升級的非常有感 沒有帶來一些 非常特別的 有感升級 軟體上面有很多的 一些創新 比如說 iPhone 13 最強的就是 電影以及 模式錄影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強 因為 你如果 當然 當然我不知道說 真的收看了你們 到底有沒有使用過這個功能 但是 因為我看過很多科技的評論 他們說 iPhone 13 的電影型模式 真的很黑科技 因為 它是 就是錄影的時候會有景深 但是它的景深 並不是說 單純的你清楚 你人清楚 背景模糊這樣而已 它是會根據你前後距離 比如說 比如說 我清楚 然後我 我手這個位置 是糊的 但是我更後面 會更糊 它是會有一個 漸層式的感覺 就是 它會 這邊清楚 然後慢慢 糊 然後一直到最後面 才會到最糊 它是有一個漸層式的 就是會讓你 會比較符合 我們 淡眼相機的虛化的邏輯吧 所以他們 然後 所以那時候很多評測的專家就說 這其實真的是一個 很厲害的黑科技 因為你到底要怎麼用一個 軟體的換算去 得到這樣的結果 這個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各位也不用太去覺得說 iPhone14好像 沒什麼創新 反正就等之後 上市之後 看蘋果會端出什麼菜 我覺得我這邊加碼第六點好了 我加碼第六點 是我認為iPhone14的軟體 應該也會帶來一些 會令你驚豔的東西 就是 可能是更強化版的 電影及模式錄影 或者說 更強化版的 拍照景深 我認為 我會覺得 iPhone14 應該也會有一個 非常非常 讓人家 微字驚嘆的 一個 軟體上面的 更新 對 我認為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軟體上的功能 會讓你驚豔的 對 好啦 這就是以上我對iPhone14的預測 那希望到時候iPhone14出來呢 可以 都命中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